前一陣子 ChatGVT 他一直在被人家談論說 他會讓學生會抄襲 拿來寫論文 在標語體系裡面有一種 課程叫 國際文憑課程 簡稱叫IB IB裡面他有一個很核心的 考核項目就是 論文 在今天我看到一則報導 IB他已經同意 學生可以使用 ChatGVT 來輔助他寫論文 但是他特別強調說 如果學生是用 ChatGVT 來輔助寫論文的話 他必須要跟其他的 來源資料一樣的 去標註他的出處 IB的官方 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也說 他說論文在現在 AI時代來臨的時候 一鍵按下去之後他就能夠 產生出一篇論文 所以他們顯然認為說 寫論文這件事情來說 在他們未來的評量上面 他的重要性 就不會那麼高了 他們也特別強調 除了寫論文這個技能之外 他們更看重其他的技能 例如說 學生能不能夠看出說 這一篇論文到底哪裡寫得好 哪裡寫得不好 他有沒有引用了一些偏差的數據 還有他這一個文章 他在寫的時候 他的前後背景 脈絡是不是有交代清楚 還有他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有沒有創意 他們認為 在未來的AI時代裡面 這個東西比 單純去寫一篇論文 他認為這些技能 他的重要性提高了 那我今天我就用這個問題 問了ChatGPT 問他的看法是怎麼樣 ChatGPT他自己也說 他認為應該也要標註來源 因為這個是涉及到學術的誠心問題 那他建議了幾個方式 第一個 可以在文章引用之前 先說這個出處是來自哪裡 另外一種方式是在文章裡面 用註解的方式在底下去標示 以上這一段文字 是引字 ChatGPT產生的 另外他們也提到說 也應該要在參考文獻裡面 去標示出來 資料是引用字 就是ChatGPT這個生成器 像學生你們在寫小論文的時候 一般都是用APA格式 那現在APA的最新版的部分 應該也有針對這個部分 去做出一些同步的修正 老師跟同學可以去參考 這個部分的最新更正 在文章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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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章裡